第一單元,懶人包,第二單元,第三單元,一直推,一直往下 今天還有什麼呢?第二單元,下面的話 我們剛剛講到那個算數運算值 這個算數運算值,主要是針對數字方面的計算 大家會有這七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可以自己再練習一下 把那個數字變更,然後轉型 主要是配合那個轉型跟這個算數運算值 再來的話,底下因為我們要講到邏輯判斷 所以,待會的話還會用到關係運算值 那什麼叫關係運算值? 首先的話,應該大家都不陌生啦 如果要比較兩邊是不是一樣的話 那就等於等於,OK,比如說這個是不是等於後面這個的結果 6加9,15嘛,2加13也是15 那兩邊有沒有一樣? 兩邊比較一下,有那就true 沒有那就force,OK,就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不等於 不等於的話寫成什麼? 金燙號等於,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如果是在那個VBA裡面 它不等於是寫成這樣 小於大於,這個叫不等於 如果VBA等於,特別是VBA等於只有一個,不是兩個 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不同的程式有不同的那種 就是規則啦 所以這個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其他的話,底下這四個我想也不太特別需要背啦 因為這些都一樣的吧 大於,小於,大於等於,小於等於,這個都固定啦 所以,主要是這上面這兩個,這個是關係運算值 另外的話,邏輯,邏輯應該各位也不陌生吧 相反的話,是Nut,不過Nut一般用的比較少一點 其實很少用到Nut,因為Nut很容易就頭暈 就是容易做錯,顛倒邏輯 True變force,force變true 另外的話,比較常用的是and and的話呢,就是兩邊,這個要為True 這個也要為True,那才為True 所以這個是不是True? 是,這個是不是是,所以是True 如果這個是True,這個不是的話 那還是false 所以這個叫交集,兩邊 都要為True,才為True 偶爾的話呢,是只要一邊為True,就為True啦 所以你會發現底下這個,只要這個,這個是True嗎?這不是 只要這個為True,除非這兩個都是false,那就為False 這個是連擊的部分 那待會的話,假如我要寫一個練習 什麼練習呢? 判斷是否成年的一個小程式 程式的話,是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五頁 那我們先秀一下這個程式 首先的話,第一個 開一個新的文件,然後程式把它輸入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先把程式先輸入一下 秀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首先的話,這個功能就是輸入部分 就是請輸入年齡,冒號 那我就輸入一個年齡,50歲好了 那是成年還未成年 成年,有沒有OK 所以是輸入一個年齡,讓他判斷是成年還是未成年 OK,那如果輸入什麼? 再輸入一次,再執行一次 16歲,那應該是未成年 有沒有 所以我們假設要模擬類似像這樣的一個小程式 判斷到底成年還是未成年 那裡面的話,大概會有幾個比較重要的 第一個,我如何讓資料做輸入 這個會需要有一個方法叫Input 那首先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樣撰寫這樣的程式 首先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程式其實也不長,總共 就短短的五行 只是說有一些細節可能要注意一下 第一個的話,我們如果要讓使用者輸入的話 比如輸入到一個變數 變數名稱也許叫Edge Edge等於Input Input Input的刮符 裡面的話呢,我們就讓他 假設呢 要讓使用者知道說要輸入什麼什麼東西的話 那可以提示一下,請輸入年齡 不過特別注意喔 你現在輸入年齡,假如我輸入50的話 50喔 那Input 那Input特別注意,如果你是經過Input的話 他 會把 資料 轉換成文字喔 也就是經過Input取得的資料一定是文字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小心喔 也就是說 如果呢 你沒有把它轉型 再去判斷的話 那程式會出錯 那怎麼轉型很簡單嘛 我就在外面包個什麼 包個INT不就好了 刮符 有沒有 表示說呢 他如果輸入的是50 那經過INT之後 他就變成50的數字 再放到H裡面 所以H裡面呢 就會是一個50的數字 OK 那接下來第1階段OK了 第2階段的話,我們做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 空一格 特別注意喔 如果在Python要做邏輯判斷 反正開頭一定是一幅 空一格 那 後面的話就是一個邏輯敘述 敘述什麼呢 是否為成年 怎麼判斷 很簡單嘛 H這個變數 如果怎麼樣 假如是大於多少 那這個判斷你可以大於 18歲的話 應該大於等於18吧 18也成年了 現在好像 連民法都修改了 像18歲都 所以如果這樣 如果大於等於18 OK 不然如果沒有等於的話 他變成18也是未成年 或者另外一個方向 這個 小於好了 小於18 你就不用等於 小於18 然後後面記得加個冒號 冒號的話就是 TODO 如果 前面這個邏輯發生的話 做什麼 Enter一下 特別注意 如果說你Enter之後呢 他會自動幫你縮排 特別注意喔 這個縮排是Python的一部分 如果沒有縮排 那程式會出錯 這一點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小於18 那種Princer Princer什麼 未成年 所以這邊的話 給他一個未成年 那反織的話呢 就是成年好了 未成年 OK 然後 反織 那反織怎麼去 反織記得 請你把這個 縮排部分 移到前面 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Ls Ls的話就反織 反織冒號 反織Ls後面就不用邏輯判斷 Enter一下 那就什麼 成年 成年的話 那我們脫欄一下 上面來修改 上面複製貼上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成年 好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成事就寫完了 如果說我今天 寫一個這樣 小於18的話 那就是未成年 這個為處 那反織 那應該是大於 等於18 那就成年 我們試一下 資新 如果剛剛輸入50 Enter 成年 那如果輸入16歲的話 要未成年 OK 這個第一個 我有把成事 放在雲端白板的第五頁 OK 不過 這個可能要修改一下 你想說老師那個 我成年部分 想要改得比較複雜一點 成年裡面可能還有分成什麼 青年、壯年、老年 比如說青年 青年的話 大概是18到30歲 是青年 30到65 壯年 65以上的話呢 是老年 那我成事該如何修改 所以你會發現喔 剛剛是 True跟Force 兩重邏輯 那我們待會要把它改成 什麼呢 除了True跟Force之外 Force本身要改成三種 青年 壯年 老年 怎麼改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一下 再來就是 請各位先稍微了解一下 第二個單元 所以 如果你們要 找相關的參考 我都已經把它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所以請各位 先 開啟雲端白板的第2個單元 剛剛第1個是有關關系運算值 第4頁 第2個是邏輯運算值 第5頁的部分 判斷 年齡 年齡 是否 成年 跟未成年 試試看 有關關系運算值 有關關系運算值